十母之间息 丧者贤贤息 行与子还息 十母之间这首诗歌极其的简单 全诗一共是两章三十个字 而且每张的文字还有诸多的重复 但诗歌的文字越简单 并不代表它背后的含义就越简单 很多时候恰恰是极其简单的文字 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解读的理解的空间和可能性 十母之间看似文字简短浅显 但历来却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十母之间息 丧者贤贤息 丧者是指采丧的人 古时候一般从事采丧劳作的多为妇女 贤贤是指来往穿梭 悠闲自如的样子 诗歌手句描写了在十母田地之间 采丧的女子们虽然在劳作 但却非常的悠然自得 那为什么是十母的田地呢 关于这一点 马瑞成在《毛诗传简通事》里就解释说 古者名各寿公田十母 又卢舍各两母半 还卢舍种桑麻砸菜 意思就是说古代百姓不仅要耕种自己的土地 还要分摊耕种公田 而每户人家所分配的公田也就是十母 那百姓自家的私田为两母半 那围绕着私田和公田之间会种植桑树麻树这样的植物 那诗人在此是讲十母之间 十是一个约束 因为每户人家确切的土地一共是十二母半 那诗人简单以约束十母来指代 那接下来第二章的首句 十母之外息 桑者亦亦息 也是相同的含义 诗歌两张首句是一副清秀美丽的自然田园风光 单纯而美好 在田野之中桑树之间 采桑的女子来来往往 三两结伴而行 愉悦地唱着歌谣 悠闲自如地做着农活 热闹而惬意 这一番至美至纯 清新甜淡的田园风光 醉人心非 不尽令人心持向往 如果这首诗歌只是到此为止 那这仅仅是一首春日田园的优美画卷 但最有意思的是 诗歌两章的后一句 那这一句一出 令整首诗歌从单纯的场景描写 转而变得意味深长 回味无穷 行与子还息 这个行字 清泰的王颖之 他就考证认为是且 也就是姑且的意思 现在也有很多解读都认为 行字就是单独的断开来理解 也就是意为走的意思 那诗人在对身边的人说 走吧 去哪里呢 与子还行 还就是归去的意思 原来诗人在招呼身边的人 一同而归 那诗歌第二章的末句 也是相同的含义 行与子是习 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消逝 那在这里就引申 也是返回归去的意思 那这样一来 这首诗歌就变得意味深长了 如果只是一首描写 田园风光的诗歌 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加上了归去的这个意涵之后 诗意就变得更加丰富绵长 颇有一番归隐诗歌的异趣在其中 归隐诗 尤其是描写归隐田园的诗歌 是我们中国历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以近代的陶渊明为首 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诗歌 《归原田居》中就写到 鸡鸟炼旧灵 驰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记》 《守着归原田》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 对于自然的向往之情 返谱归真 脱离世俗的累卸 摆脱城市的枷锁 回归田园 找回那份属于自己心灵的 质朴单纯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 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